在最新的一期Running Man中 众人在一起完成先达到100万元这一环节的任务 而在这个任务中却引发了最大的看点 而在这个任务前面临着分队的时候 哈哈跟宋志孝的一番对话 却令人寻味在哈哈拉拢宋志孝组队的时候 张嘴就喊宋志孝嫂子 而并且说一直给金中国他俩前线 而宋志孝显然并不排斥 两人的沟通真的让人感觉他们配合的越来越默契了 在游戏环节中 哈哈依然张嘴闭嘴依然管宋志孝嫂子 希望宋志孝在游戏获胜后能帮助她 而宋志孝也一口一个小书子回应而金中国看到这一幕 仿佛也已经习惯了微笑不语 而宋志孝依然发挥了自己金手的体制 直接获得了优胜 达到了一百万元 甚至多了三十万 哈哈梁士灿争相讨好宋志孝 哈哈更是又打出了亲情牌 一口一个嫂子叫得十分可怜 情深义气 而金中国为了获胜 一个老婆说出口 全场交话 宋志孝当场原地崩溃 哈哈梁士灿 直接抓金中国的衣领 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看节目的话 可以听到现场 有多么混乱 节目组的笑声 也非常大 宋志孝直接把多出来的三十万元 直接给了金中国 金中国也脸红脖子 粗的收下了 官方吐槽金中国 一句老婆 能值三十万元 哈哈梁士灿也无奈的 留下了一句吐槽 金中国今天的表现 确实让人大跌眼镜 在上一期中 哈哈对金中国 宋志孝的两人的 狂轰滥炸的吐槽 让金中国 十分无奈 无论是好言相劝 还是眼神威胁 都透露着 不想让他们谈及关于 梦中CP的事情 而金中国的一句老婆 无论是成员 还是他们的粉丝们 都是极大的满足 更何况 在这期节目中 可能是最大的看点了 粉丝们都希望他们最后 能有个好的归族 欢迎一起讨论